我们的星球 富饶多元 孕育出不同的物种生命 彼此修期与共 完美平衡 当中最强壮 最耀眼的物种 统育着所属的七席聚落 但如今 它们的亡国 正受到严重的威胁 过去六年来 我们走遍全世界七大洲 追踪拍摄了地球上最著名 也最宾微的物种 从非洲大草原 到婆罗洲雨林 从最古老的纳米比沙漠 到最酷寒的南北极洞原 我们用镜头 参与它们不同反响的生命里程 见证它们惊心动魄的 深层熬战 它们不只要面对日渐无情的气候变迁 更要抵御生命中最大的天敌 在世界各地的我们 正无心与有意地 将它们推向灭绝的边缘 有一小群人 正想方设法与时间赛跑 和危机作战 当这个星球上 最具标志性的关键物种消失了 我们人类又将付出何种代价 这是地球的另一端 距离我们两万公里远的非洲大陆 也是人类生命的起源地 十万年前 我们的智人祖先 就是从这里出发 走向全世界 如今是野生动物的王国 在这片广袤的西数草原上 存在着两种地球上最巨大 最古老的陆地动物 大象与犀牛 它们分别被创造出 洁白的长牙与威猛的头角 是非洲大草原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就连掠食者都要畏惧三分 它们在自然界几乎没有天敌 直到人类出现 当这些美丽硕大的标志 化身为人类的商品之后 它们真正的所有者 又面临了什么样的遭遇 六月 南非草原正值甘季 当冬日里的第一道树光 降临在这片大地时 所有的生命也都苏醒了 草原上一如往常 静谧 祥和 但残酷与屠杀 也可能出现在最宁静的地方 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 在十九世纪末规划成立 是非洲最大最著名的 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 更是人类史上第一座 专门为了保护野生动物 而成立的园区 它的面积相当于台湾的三分之二 拥有澳市全球的野生动物数量 包括非洲五霸 但如今非洲的万寿天堂 似乎成了残酷的杀战场 2015 它击了1,175 这就是更多的三个云 每天的一年 有些时候 当它是全球的云 可能有五个云 15,000-20,000的云洋 在库航里 这就是20年 它已经毁了 这里有尸体的味道 Jesse 克鲁格国家公园巡守队长 军人出身 上过战场 如今专职培训反盗猎小组 遏止日益猖獗的非法猎杀 暗发现场触目惊心 不远的水池边 竟然又发现另一具动物尸体 Oh my God I can see the head Yes The head has been taken off Why 木头秃鹰 城市岸边 果然又是盗猎者所为 只是一个寻常的下午 我们竟然接连发现两具动物尸体 但盗猎者最大的目标 其实是犀牛 原本悠游漫步 存在于地球长达五千万年的巨兽 因为头上的犀牛角 被神话疗效与装饰用途 先是被欧洲殖民者大举猎捕 如今又由亚洲买家重金搜购 根据国际自然保育联盟的统计 近十年内 人类竟然为了取角 屠杀了九千多只犀牛 这些犀牛角 经过转运 走私到亚洲 也包括台湾 如今全球犀牛数量 只剩下两万五千头 瀕临绝种 而八成以上都栖息在南非 也因此 绝大多数的盗猎 就发生在克鲁格国家公园 明明是保护区 还有巡守员 为什么盗猎者 依然能够来去自如 猎杀动物 这一天清晨 我们跟着Jesse的反盗猎小组 巡逻保护区 要揪出盗猎者的犯罪拥到 果然边界铁网 出现不寻常的迹象 石头被移动过 有人进来了 Malinga是Jesse的小组成员 要示范盗猎者如何进入保护区 因为之前他就是盗猎者 盗猎者都会这样隐藏自己的脚步 把电线架起来 然后他就不会被电到 接下来 他就像穿越五百障碍铁丝网考验一般 不留痕迹地跨到另一边 把自己的痕迹弄掉 知己知彼 从前的盗猎人 今天的守护者 犀牛角黑市价格 每公斤高达十万美金 只逼黄金骨科减 跨国犯罪集团 就收买底层的非洲穷人 甚至寻守员 靠着内鬼通风暴行 高压电王挡不住金钱的诱惑 趁着夜黑风高 狠心切下犀牛角 请问问 我需要有数人资料 如何多人资料 你还有人资料 我问问 你什么时候会被子 什么时候会被子 你得到的 你得到的计划 如果你有数人资料 那边的资料 七十四十六 子会睡 七十六 我进入 為什麼你找到牠們? 因為牠們知道怎麼牠們的牠們想法 牠們在2-3 牠們通常有一個牠們的牠們 可能一牠們,可能兩牠們 從那裡牠們射出了一個牠們 對於20-15分鐘 最最容易的牠們射出了牠們的牠們 我們看到很多牠們剪掉了 牠們的牠們的牠們的牠們 牠們會很痛苦 牠們應該有八個人 牠們想哭,要殺牠們的牠們 牠們的牠們都會混亂 棲息的家園 竟成了血淋淋的墳場 因此全南非 只要有犀牛的保護區 都必須重兵部署 高歸為安 因為保育犀牛 已經成了一場人與人之間的戰爭 難道地球上 再也沒有一處 可以讓牠們無憂無慮 自由漫步的樂土了嗎 非洲西南部 在附熱帶高壓 與下沉氣流作用下 是一片熱帶沙漠 只有少數適應沙漠氣候的動植物 能在此生存 我們要前往的區域 是一片約半個台灣大 但與世隔絕 極度隱密的土地 而這裡也正是 犀牛最後的家園 沙漠歷時 讓車子顛簸到超乎想像 或許也正是 不想被我們人類打擾 犀牛才選在這樣一個 難以找尋的地方 但與生俱來的習性 依舊讓人類有機可循 Claire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遊戲路 對嗎 對嗎 那些人們來喝水 這就是蟲蟲 一直走 每天他來喝水 他會用這個沙漠 來喝水 在這個水位 同樣的沙漠 Claireman 野生動物觀察家 專精研究 適應沙漠的稀有物種 尤其是 極度冰尾的野生黑犀牛 你可以看到 這裡的沙漠 我會像蟲蟲 他會來走 然後他會停止 然後他會去 然後他會跌倒 然後他會來走 然後他會跌倒 然後他會走 然後他會走 然後再往前他走 他會走 所以如果另一個草蟲 便會來嗚 他就在走路上,他就在走路上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你看到一些肥皂嗎? 是的 你又可以看到鞋子 它是走路上 然後它停止這裡 然後它可能會咬 你可以看到這裡 它是咬的一些牆壁 所以我們看看 有一點點奶 你可以看到一些奶 所以它可能會咬 一些牆壁 然後它看起來 然後它看起來 你可以看到它 可以看到這個腳印 鞋牛的腳印 很清楚 這個牆壁是非常有名的 他每次使用這個牆壁 去喝水 所以當他來到這個水位 從這個地方 他會一直在走路上 像你知道 人們用同樣的牆壁 去工作嗎? 這個牆壁用同樣的牆壁 去喝水 所以牆壁一直使用同樣的牆壁 那意思是 因為牆壁很難 因為牆壁很難 因為牆壁很喜歡 所以牆壁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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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知道 牆壁的動向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困難 但是因為牆壁的命運 帶來一些 有的時候會是一個 比較悲慘的結果 這就是牆壁的牆壁 它有三股股 它有三股股 第一次是很大 第二次是很小 第二次是很小 第二次是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嗎? 這就是後面 這就是前面 你可以看到 當牆壁 他會提升 他會提升 非常非常非常好 即使牆壁很難 即使牆壁 你會聽到 你會聽到 牆壁的聲音 他們會聽到 所以如果要說 一距離他們可以聽到 它可以更多 那一 kilometer 如果是一個小聲音 就在背後 他們會聽到 如果是有聲音 它會聽到 它會更好 因為你看 如果你拿到你的腳 你會這樣 你會看到 所以 如果牆壁 如果牆壁 在那邊 任何風雲 牆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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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似傻氣笨重的犀牛 卻有著極度靈敏的 嗅覺與聽覺 而規律憨厚 容易掌握的習性 明明應該是惹人戀愛 卻反而讓盜獵者 有機可乘 為了確保犀牛安全 保育團體和當地居民合作 每天進行反盜獵巡邏 追蹤犀牛現況 好 這是新鮮 這是新鮮嗎 是新鮮的 是新鮮的 這早上兩小時 兩小時 兩小時 這是新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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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新鮮的 是新鮮的 你看到這邊 還是鮮嫩的 這就是兩小時 是新鮮的 是新鮮的 可以看到它是新鮮的 新鮮的 會去河畔喝水 因此 犀牛巡邏員 天還沒亮 就得出發 經常一天 要步行追蹤 長達八九個小時 不光是要當貼身保鏢 來嚇阻盜獵者 更要建立犀牛身分證 掌握每一隻健康狀況 有些時候 如果我們找到 鮮的鮮 就要去報告 然後 醫院 醫院 給醫院 治療 所以 鮮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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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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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找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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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人人竭盡所能 確保每一隻鮮牛安全無餘 我們 也投入拯救鮮牛的巡弱行列 現在就伸著鮮牛的角力 然後找到他們現在的位置 這就是他們的路徑 現在的地上 大地上就是腳壁 對 對 這就是 很難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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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著高溫40度的沙漠烈日下 歷經五個小時步行追蹤 我們終於發現了它 遠方樹下站著一個身影 一頭野生黑犀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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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山四十 讓我們的步伐緩慢 滿山 但黑鮮牛的嗅覺與聽覺 靈敏異常 奔跑的時速更高達55公里 是一般人的十倍快 轉眼間 我們已經失去它的蹤影 輕身參與 才能深刻體驗保育員的研究與工作 是如此艱辛 但這卻是他們的日常 為了不曝光 新牛樂土的所在地 我們省略了中間尋訪的路線 但或許也跟我們一樣跑累了 它終於停下了腳步 這隻黑犀牛正面望向我們 小巧的耳朵不停閃動 臉上露出狐疑的表情 似乎在詢問 你們是誰 這是一個年輕人 對 他經常走 他很長嗎 可能很年輕 可能八、九歲 所以我們說 那個味道很重要 對 我們說聽起來很重要 對 我們看到他的耳朵 一直在耳朵 所以他們很嚴重 仔細看黑犀牛 膚色不黑 體型比白犀牛小一點 嘴唇也比較窄一點 其實白犀牛名字的由來 是源自於荷蘭語的寬 之後被誤說成英文的白 為了區分兩種犀牛 後來就用黑白來稱呼 但他們自然壽命都可以長達五十年 在一兩百年以前 整個地球上還有數十萬頭 甚至百萬頭的犀牛 在短短三十五年之內 整個黑犀牛的數量 已經減少了百分之九十八 而現在全非洲黑犀牛的數量 已經不到五千頭 是極度冰危的物種 而且多數的野生黑犀牛 都會被國家的保護區 保護起來 或者是私人的庇護所 安全防衛做的滴水不漏 就是要防止盜裂 而只有在納米比亞的 我們現在所處的庫內內地區 這裡是地球最後的一個 可以讓野生黑犀牛 自由漫步的樂圖 或許是休息夠了 這隻小公犀牛 邁出可愛的步伐 搖搖晃晃地往遠處跑 我們內心不捨道別 卻也暗暗祈禱 嘿犀牛呀 你千萬要多好 離我們人類 越遠越好 庫內內區的追蹤巡邏奏效 兩年內不曾發生盜裂案件 今年還傳出 有七隻寶寶誕生的好消息 但在南非 槍聲依舊持續 因此保育團體 就在這群山叢林之間 打造了隱密的 犀牛庇護所 你看到這裡 是一個堅圖 所以當保育團 打破了 被殺了 財財子 被困叫 財財子 所以我們 都要弄這種地方 去擁鑑財 財子 所以你看到 所有這件事 需要提醒他們 吃得很好 看得很好 创办人Petronel原本在南非政府担任警官 负责保护兵危物种 2001年开设庇护所 拯救受伤的犀牛孤儿 并且负责掩放 长达20多年的保育经验 人们称它为犀牛妈妈 所以让我给你们试试 它们在买乳 买乳是一样的 它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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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我们也要加上 你也要加上刀 好 我的刀 它是好 好 我尝一下 嗯 是的 像糖 它是很酵 但是这些是准备 它是很酵 所以这些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些是很重要的 要确保 它能够准备 准备准备 准备 它的健康质量 是有良好性的 对 它有自己的 它是用鲜鱼 是用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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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鱼 是用鲜鱼 它好快喔 它是鲜鱼 是在2018年5月 她和妈妈 她当时才一个月大 她的妈妈在 柯里德国家公园里 被四道列子而已 在哪里 已经一岁了 十二岁 长得很现爽 你好 阿生 好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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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犀牛宝宝们 就像人类的小鱼鱼一样 也会发出鸭鸭的声音 但却伤痕累累 在孤儿院的每一只犀牛宝宝 背后都有一段令人心碎的遭遇 很多人被捕捕 看起来 可能是犹豫人 被捕捉了孩子 因为孩子们要去保护自己的母亲 像阿瑞 他在跟他妈妈与他们被捕捉了 他们被捕捉了他们 他也被捕捉了他们 他在背后 把他的脚握了 你能看到 Lazuli's tail is completely gone the hyena's... 尾巴 the hyena's... Bitsy's tail took it off Oh my god and also his ear Yeah Bitsy's ear off also with the predators that are in the bush because the hyena and the leopard and the lions are attacking them like Lazuli with his wounds Yeah, so a lot of the wounds A lot of wounds now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to get to rescue these babies so quickl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ime You can find 失去母親 身心受創的犀牛寶寶們 也要盡力學習 未來野放後的荒野生活 眼前的和平與寧靜 都得來不易 但母子團圓 已成奢求 為了讓這些小犀牛們 不會再度受到傷害 庇護所駕設電網 24小時保全尋守 維安滴水不漏 If you film now and people see this they will kill us anti-animal Walking? OK Petro nail再三叮嚀我們 路線與出口處 絕不能曝光 就像JC小組一樣 保育人士也在用生命守護 冰圍的物種 20世紀初的非洲草原上 曾經有過一百萬頭犀牛 但從2005年開始 盜獵團體大規模的獵殺牠們 使得現在全非洲犀牛的數量 只剩下不到兩萬五千頭 瀕臨絕種 而多數的保育團體 為了擔心這些犀牛 會因為犀牛腳而喪命慘死 所以多半會為牠們去腳來保命 但是沒有腳的犀牛 少了天生的 勇猛美麗的武裝之後 未來在野放以後 牠們面對大自然的考驗 牠們的命運會是如何 而同樣令人擔心 人為去腳兩年後 還會再長出新的新人腳 祈求人類就此放過 但另一個關鍵物種 同樣也在互救 我們現在在那裡 沙漢大廈 在眼前看到的 這是那裡的沙漢種大廈 牠們是一個非常稀有的族群 全世界現在只剩下不到屋外的時間 也是極度兵緩的一種 當野生大廈要在經過我們車子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講話聲音都要比較低 而且不能有任何大的動作 以免會診癌到牠們 大象 地球上最大的陸生動物 體重可以到達6000公斤 威武 美麗 更是生物演化史上的一個奇蹟 大象的鼻子 藏有四萬塊肌肉 不僅可以用來覓食 嗅覺受體基因 更有2000個 遠超過任何動物 能靈靈地察覺 自然界的微小變化 出生物 這裏是 where the elephants 會來喝水 不可以落算 它們どう會有濑 但是落下 很多的水 然後他們停止 然後再淚 當它們再淚 等著 他們等著 然後 Зем 流水 到達 所以你意思是 這瓶子 是兵力的 是成人物喝的 天啊 啊 我的天啊 所有的動物都可以聞到 水 然後他們也會用 大象能在乾旱荒地中找到水源 也會吃掉其他動物不吃的荊棘、灌木 為更多植物提供生長空間 鎖精之處都能造福眾生 你也能看到蟲蟲蟲 這就是蟲蟲蟲 一隻蟲蟲蟲 一隻蟲蟲蟲蟲 一隻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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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找到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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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我們沒有一隻蟲 很多的動物會有更困難的時間 找到食物 大象是叢林生態的園釘 非洲中部森林 至少三分之一的樹木品種 都是靠著大象傳播 如果沒有了大象 全球溫室氣體將增加7% 加劇氣候變遷 法國科學家更曾經模擬實驗 每平方公里只要有一頭大象 就能夠增加60噸的生物量 大象是母系社會 領頭的母象 承載著幾十年在自然界謀生的智慧 它就像一艘巨大的領航艦 領導著家族來去自如 而小象在八歲之前 都會繞著母親打轉 一直延續到青少年時期 和我們人類非常相近 年紀漸長才會長出象牙 是自我防衛的武器 但最終也成了族群兵維的原因 你聽到的訊息嗎 這就是訊息中的群組 她可能會呼喚 這可能是她的嫂子 你看她的嫂子 正在走動 如果你要撞著她的術 誰會教這個雞腿 人类使用象牙制品的历史 能追溯几千年之久 但直到最近 最大的象牙贩卖地 美日中 才颁布禁令 而台湾 也从2020年开始 终止所有象牙买卖 但黑市交易依旧成绝 过去十年 象牙价格涨了十倍 在非洲 杀死一头大象 就能换得四万美金 等于台币120万 1900年 在非洲曾经有过 一千万头大象 但现在根据国际自然保育联盟的调查 目前全球只剩下四十一万五千头 人类为了象牙 每年要杀害三万三千头大象 等于每十五分钟 地球上就有一头大象消失 在中非近十年来 更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大象 都因为盗猎而死亡 如果盗猎继续的话 最快在十五年之内 非洲的荒原 将再也看不到一头大象 令人发指 血腥又心碎的画面 经常在非洲丛林中上演 和上个世纪相比 大象数量可怜的只剩下原有的百分之二 象群之间的情感灵系很强 更拥有超凡的记忆力 在南非保护区的这头母象 曾经目睹家庭成员被猎杀 巨大的创伤 让他之后一看到人类的车子 就机动不已 很多大象因为曾经听到过枪声 然后看到过家庭的伙伴 被猎杀 所以其实很多大象对于人类 是有非常大的惧怕 现在这就是一个显示 她在示范我们的身体 她在示范我们的身体 你看看 哇 当他们看到我们的车子 所以他一度会有一点要示威的感觉 但是知道说我们并没有要伤害他们 所以他们就示威之后 然后又安静地离开 情感丰富 传承智慧的大象 一生平安无事 可以活到七十岁 在他们面前 我们根本渺小地不堪一击 但即使如此 血肉之躯 依旧抵不过人类的一颗小子弹 和无比的贪婪之心 曾经美丽的野生世界 早已被剥削 摧毁 如果再不制止盗猎 在我们有生之年 或许就要看到 这个最大的陆生巨兽 在地球上彻底消失 Jesse的反盗猎小组 不分昼夜 积极巡逻 要杜绝猎取象牙 和犀牛角的盗猎集团 也要揪出隐藏的陷阱 以往来积架 只要用一个线 然后就先进入了一切 然后你转到牙底 用一些草叶 将鑽付着的索子 保持着很高 不可能保持着 也不可以阻碍到 放开 什么时候 你下棚的盘子 就把这些木头摆下去的 因为它壳是很小的 它不会折得不 像这个 然後另一隻的頭已經進去 我的天啊 這完全動物真的都逃不掉了 看到這個 看起來很簡單的一條鐵絲線 竟然就可以獵捕到大的動物 所以動物完全沒有看到就會扯掉 這些機關 然後 真的會被 真的會被全阻 而且越拉 你看到這個 這個機關 我越掙脫 我被縮得越緊 越掙脫越緊 野生動物就是這樣子被獵捕 細小的鐵絲線圈難以相信 竟是要命的羅網陷阱 接下來 果然看到讓我們難過的場景 所以這隻是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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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她也有胸 所以你看到裡面 這是一隻母長頸目 牠肚子裡有一個寶寶 所以 在裡面 你可以看到 and the animals that suffer at the end of the day Hundreds You can look at all of this This is whe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his is for like six months Six months? Yeah 只有六個月就已經發現幾百個了 We open it up for you 懷胎的喜悅如今只剩悲劇 Look at these ones, these animals You know, these are magnificent animals that have been killed by snakes There's another kudu that side You need the kudu, right? Yeah 無止境,侵犯自然的惡行 也出現在鄰近的納米比亞 So now we're going to walk very slowly and quietly Because lucky is quite wild She came to us when she was nine months old So almost a year old And at that age A cheetah will never become fully tame Or fully habituated 在保育員的指引與介護下 我們進入了獵豹的庇護所 三次你小心 I'll go ahead 獵豹是陸地上跑最快的動物 但眼前的Lucky 牠只有三條腿 See if you can get a little bit closer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Shh, okay So we'll stay here Okay 因為Lucky是一隻只有三條腿的獵豹 那為什麼牠只有三條腿 因為牠其中每一條腿 被令人陷阱弄上了 但牠還是一隻非常漂亮的獵豹 你現在看到三隻獵豹 十年前 Lucky還是一隻未滿周歲的小獵豹 因為物踩到人類的陷阱 左後腳受傷發炎 被保育人員救起 但卻得截肢治療 Lucky雖然幸運地撿回了一條命 但牠再也回不去那片出生的荒野 而且唯一的原因 Lucky仍然在獵豹 是因為牠和三腳 牠會永遠在獵豹 牠會永遠在獵豹 可以看到Lucky非常地美麗 但是牠現在只有三隻腳 所以牠再也不能夠像其他的獵豹 一樣地奔跑 一樣地在原野捕獵 牠不再像是一隻普通的獵豹 牠的一生只能夠待在這樣的庇護所裡 而造成這樣的結果 都是拜人類的盜獵陷阱所刺 看著只有三條腿的Lucky 一蹬一蹬步履滿山的前進 牠是幸運還是不幸 我們人類到底對這些無辜的動物做了什麼 我們人類到底對這些無辜的動物做了什麼 這是一種收集的 然後他可以看到這隻動物的動物 通常我們看到這隻動物的動物 不是生物 所以這不是牠 或牠 或牠 這只是自然的動物 曾經擔任過納米比亞總統醫師的Rudy 2006年成立了野生動物庇護所 在項圈追蹤資料下發現 獵豹或是其他肉食動物 並沒有實際造成人類的損失 但卻受到人類的傷害 牠只能盡力保護這些 無法為自己發生的受害者 我們開始了 所以這裡是一個大大的地方 大大的保障 我們要開始建造所有的 做所有的動物 做所有的動物 準備所有的動物 所以… 你會保護更多的生命 我們希望這樣 我們希望這樣 全球野生動物黑市 一年總值高達190億美元 僅次於毒品、味超和人口販賣 人類的盜獵與屠殺 讓草原上的生命 一個一個無聲無息 漸漸流逝 而在部分非洲國家 更允許獵人 狩獵衍生動物 當作戰利品 其中甚至包括 幾乎要絕種的犀牛 最高的價錢 最高的價錢 可能會是你的雞 獵人 從40至60千 到60千 然後接下來會是 蟲蟲 20至30千 如果你獲得很大的蟲蟲 你可以賣到80千 對 那是20至25千 狩獵公司價目表上 公開標示 獵殺各種動物的價格 野生動物的性命 成了人類交易的商品 而為了滿足 征服萬獸之王的虛榮心 更有一些人工繁殖場 大量豢養小獅子 以便日後成為槍口下的標靶 貪婪與物語 盜獵與狩獵 非法與合法 就這樣聯手 一舉將野生動物 推向了滅絕的深淵 它是非常嚴重 它是非常嚴重 在現在的情況下 在2025 可能會不會有蟲蟲 在哪裡 我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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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死亡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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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曲 李宗盛 五千万年以来 在同一片信仰余晖下 早在人类之前 动物们一个一个 陆续出现在地球上 自由自在 漫游在广阔的大草原 度过了冰河时期 历经无数次的灾难动荡 都存活了下来 但21世纪的今天 它们还能继续走下去吗 当指标性的关键物种消失 不光是单一动物的灭绝 而是对地球 发出最暗黑的警告 没有买卖 没有杀害 让我们在一切 都还来得及的此刻 河丽画下句点 终结杀戮的心碎